缅甸战乱不断,大批难民涌向印度逃难,但现实却很残酷,印度并不友好,一道边境墙即将建造,印度可不会大发慈悲,莫迪想要深度干预缅甸乱局。 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印度要在边境建墙,阻挡缅甸难民,缅甸人民太可怜了,家乡被战火荼毒,无法就地生存,就只能托家带口涌向邻国,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场残酷的旅程,印度时报报道,莫迪政府计划在米佐拉姆邦,曼尼普尔邦等缅印接壤区,构筑为栏。 以阻止缅甸民众涌向本土,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承认,以免边界将很快像印度与孟加拉国的边界一样受到保护,对了印度还强调,鉴于当前局势,允许两国边民在不需要签证的情况下,渗入对方领土,最多16公里的自由流动制度已经不合时宜,将择棘取消,过去几个月里,以国敢同盟军为代表的缅甸民地武装,一直与政府军交战。 尽管军政府承认,同盟军已经拿下整个国敢地区,但交火仍在继续,以缅甸穆解为例,该地紧邻我国云南瑞丽。 是中缅边境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城市之一,每到夜晚依然能听到零星的炮弹声,每次听到外面打仗,穆解人就会往瑞丽跑,在那里多几天再回来,因为他们大多办了一年期的编民证,是可以短暂在中国境内逗留的,穆解只是缅甸内乱的一个缩影,据联合国机构统计, 截止到去年12月11日,冲突已造成13,6万缅甸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难民都逃到没有打仗的瓦邦和善邦南部,以及中印等周边国家,逃亡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很可能中途被同盟军抓取当壮丁。 简单训练一两个星期就上战场了,由此可见,同盟局虽然一路势如破竹,但面对庞大的政府军,兵力难免有些捉襟见肘,如果不想参军,就需要上交300万至500万免币的罚款,相当于人民币1万到1,5万。 对于常年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缅甸普通民众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巨款,所以他们只能冒着生命危险逃亡,就应免边境来说,两国之间有着上千公里的边境线,尤其是缅甸亲邦和印度弥佐拉姆邦,两地居民被认为有着相同的种族文化,和平时期就多有往来。 出事了,肯定第一时间跑去求援,应免素来交好,印度还曾以胜利者的身份殖民过缅甸,按理说,印度不会在邻国落难时撒手不管,毕竟这有损印度世界大国的威名,奈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印度终究对邻国民众下了逐客令,印度在缅甸乱局中有不小的野心,印度出台上述动作。 基于多重现实考量,其来自于缅甸的难民一眼望不到头,它给印度的社会治理带来了严重的隐忧,消息指出,自2021年2月缅甸局势动荡以来,仅印度弥佐拉姆邦就收留了约3万名缅甸难民,这只是官方播报的数字,随着时,27事件持续升级,印度接收的难民只多不少,将远远超出印度的承受极限,而这些通过特殊通道进入印度边界的难民, 大多缺乏一技之长,他们在缺乏充足食物,饮用水和帐篷的供应下,或只能铤而走险,制造很多治安事件,为此,印度当局不得不投入大量警力,用以维系边界的治安,其二,印度的经济状况不容乐观,其很难承受因为接收难民而造成的巨额花费,据了解,印度大约有10亿民众,每天的人均花费不足2美元,这使得其在接近缅甸难民时不免捉襟见肘, 如果采用国家兜底的形式,又唯恐引发底层的震怒,这种情况下,印度只能将守官的责任压实到每一个靠近缅甸的印度家庭身上,可我们知道,救济不救穷是国际社会的通识做法, 若缅甸难民长期于他国滞留,那么只会给接收国带来重大的财政和心理包袱,于是乎,印度不得不和缅甸划清界限,尽管这可能非出自莫迪的本意,其三,缅昂来的表现没有达到莫迪的心理预期, 须知,缅甸是中印角逐的主阵地,中方希望通过和缅甸官方加强合作,实现从缅甸港口直接转运中东石油的宏伟计划,印度则认为,和缅甸交好,就能限制中国的发展, 让中方的影响力无法扩散至中南半岛,政治立场不同,导致中印在缅甸内战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中方立主中立,印度则向缅甸军政府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甚至印度的盟友俄罗斯也介入了战局, 向缅甸提供了用于反制同盟军的苏-30战机和反无人机枪等作战装备,然而即便有俄印两大强国轮番伺候, 缅甸军政府依然交出了糟糕的答卷,不仅纳数,木姐被同盟军团团围困, 甚至连较为富庶的果敢地区,也在同盟军的猛攻下,成头悄然换了大王旗, 免昂来无力主持大局,那就别怪他国不帮自己,这和乌克兰丧失大量土地, 欧盟诸国间接向乌克兰难民下逐克令。 和其相似,只能说缅甸军政府的贪婪和对民生的末世,将好好的局面弄得乱七八糟, 其次,不排除莫迪政府趁机挟持缅甸的可能。 要知道,在印度的公开操作下,高度敏感的缅甸石对港已于2023年5月9日正式启动, 印度除作为参与者参加了剪彩仪式外,其还对外放声称,该项目加强了缅印联通。 增加了对抗中国的机会,考虑到缅甸军政府的境况,估计其有可能再度向印度靠拢, 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对两国互利互惠的缅印自由流动制度会被莫迪突然叫停。 说白了,明昂来一把手的地位遭到了空前削弱, 其业已成为他国战板上的大头鱼,莫迪修建边境墙。 面临挑战,印度政府建边境墙并非突发奇想,早在上世纪80年代, 他们就开始兴建和孟加拉国之间的边境墙。 当时孟加拉国刚从巴基斯坦独立没多久,局势十分不太平, 大量孟加拉人涌入与印度交界的阿萨姆邦。 在印度国内引发巨大反响,阿萨姆邦随即发生大规模抗议乃至暴动, 为了平息当地民众的怒火,印度中央政府对难民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手段, 其中就包括建边境墙,但至今仍没有完全建成, 原因在于,印度和孟加拉国的边境线实在是太长了, 足足有4000多公里,其中还有1000多公里是流域边界, 根本没办法建墙,此外,印度的基建能力不行。 此前,印度曾在北方边境修建桥梁公路, 但修建的桥梁质量不行,多次发生桥梁坍塌,路面塌陷的情况, 印度军队无法顺利前行。 而在印缅长上千公里的边境线修建隔离墙, 不仅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更要优秀的基建技术, 印度缺乏那个能力。 另一方面,印度此举削弱了其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 印度一直想冲出南亚,向周边地区拓展影响力。 为此,莫迪政府采取东向行动策略, 希望以此在东南亚站稳脚跟。 现在,缅甸战乱。 印度不想着推动缅甸冲突各方对话,反而修建隔离墙,阻挡缅甸难民进入。 可见印度的东向策略是失败的, 众所周知,边境墙这种东西,你就算修了一万米。 只要有十米不牢固或无人看守,一整段就几乎全废了, 因为求生的渴望会促使难民想尽一切办法穿越边境, 具体可以参考拉美非法移民穿越美墨边境。 印度政府难得正经一回,在印梦两国边境70%的地方督建了二, 五米高的围墙和铁丝网,有的甚至还通了电, 但因为住房人员有限,总会被难民钻空子。 通过河流偷渡者也不在少数和美国一样, 印度的边境墙不但没能有效阻隔难民, 反而衍生出更多暴力, 比如巡警滥杀无辜, 只要有难民稍微靠近边境墙,就直接射杀。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到2010年, 印度边境住房人员至少杀害了1000名孟加拉人, 在外交上,修建边境墙从来不是什么好友的手段, 它意味着对弱国的轻视和霸凌, 印度和孟加拉国就因为这时闹过一阵, 现在又想顾忌重施,在应免边境修建隔离墙。 无非是大选临近,想要以此拉拢选民罢了, 事实上,印度处处和和中国竞争,处处与中国比较, 但在缅甸问题上,印度真不如中国, 中国通过自身强大的影响力, 两次斡旋,调解缅北武装与缅甸政府军对话, 推动缅甸走向和平稳定,缅甸在经贸上背靠中国, 他们当然希望与中国保持友好发展局面。 总之,战争无论结局如何,受伤害的都是广大的民众, 看看曼尼普尔邦妇女之前的悲惨经历, 你能相信印度政府会对缅甸难民做出什么? 因此,缅甸难民进入印度, 绝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或许他们应该回到自己的故土, 当然,缅甸难民需做好和军政府对抗的准备,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家才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 其他的都是黄粱一梦, 这里是胜历史, 订阅我, 融入历史的大舞台, 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请不吝点赞,订阅我,